下面是今天新浪网的热点视频 酒店监控曝光了沈阳市卫生局局长岩石和沈阳市复英医院院长李晨阳开房的全部过程 视频内容已经经过沈阳市纪委核实 卫生局局长被责令停职而医院院长也被停职 12月26号王铁沈阳在线开房门爆料 沈阳市卫生局局长岩石与沈阳市复英医院院长李晨阳酒店开房 而今天曝光的网络视频证实了王铁的内容 监控画面显示 11月27号沈阳市复英医院院长李晨阳先到酒店大厅开房间 他进入12楼后不久 沈阳市卫生局局长岩石也来到了该酒店 两人分别在10点多进入同一楼层同一房间 一直到下午1点多才陆续离开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 岩石进入酒店时手拿一个白色提包 当他离开后白色提包则出现在了李晨阳手中 根据有关规定 目前岩石已被责令辞职 李晨阳被停职 二人正在接受组织调查